这是2020年6月15号 夜里两点多的消息 北京丰台区副局长周宇清等备免值 我看备免值的还要谁啊 新发地 新发地总经理 经浙研究那研究 总经理应该免了 蔡某 蔡某主持会议 哎呀 这个事啊 这个事他妈没法评论了 这个事他妈的 这个事无解 这两天北京这个疫情又起 一些人尤其是网上 各种傻逼又全来了 他妈的海外一些傻逼 没他们那么邪乎 那最傻逼的啊 最最傻逼的 怕的 就那他妈的毛子啊 粉啊那逼玩意儿 他就光听了一句这个 三文鱼 再针进口两字 他就不行了 就他们阴谋论又上来了 那傻逼 这他们新发地这检测出他们有毒物 他他们上街京深海鲜市场这儿 你看这个啊 原文 丰台区副局长 介绍 专门对这个联合啊 对京深海鲜市场的海鲜区 特别是三文鱼的交易摊位 以及公共区域进行抽样检测 合计采集样本469件 环境样本283件 什么烟士籽样本186件 目前结果均为阴性 这是6月13号说的事 他上街没查出一个毒来 他下街上有毒 他跟他们上街有关系吗 而且这个事也很好证实的 他肯定还有库存呢 肯定还有在图的呢 如果进口的话 你查吧 就这傻逼玩意 他老实他妈有点事 先他妈赖一人的 你他妈瞎逼赖 把他们真正元凶放跑了 你臭傻逼 就这傻逼脑子里有屎子都 这种人都他妈自私自利分子 就是怂逼 这怂逼就是什么事 要得找他们借口 要不然就是他妈的二折子那套 我他妈打不了赢 人还打不了你 要他妈的找更软弱的 要去了就这操 傻逼玩意儿 想不想免除下一次苦难 想不想 想就他们认真老实 实事求是 就那臭傻逼的 哎呦我擦那耿耿的那臭傻逼 真他们让人烦 你傻逼基本逻辑 懂不懂啊 他们小学五年级就应该捋清楚这点事吧 傻逼着的 没法闹 这事 看他们这事 死二十四个 十九 伤 他们过车爆炸着 这他们眼前的事 也不关心 他们弄着没边的事 你这 你们这种孙子 没事 你牙的 你牙的听听音乐 喝点酒也行 竟他们傻逼似的 在这 在他们看这 创始人被劫持和获救 美帝集团 发声明致谢 美帝典器也是不错 挺好的 那个东西都质量 比较来说是不错的 这是怎么着这个事 6月15号 佛山警方发布通报 以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 侍住何某某安全 随后美帝集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感谢公安 感谢热 感谢那 全感恩 这还有辟谣 这也是他把前两天传的 挺什么的 北京用大数据锁定35万人 筛查病毒 支付宝 微信 批谣 他那意思就是说没这事 微信和支付宝 通过提供交易数据 锁定35万相关人员 即将进行病毒 批查 6月14号晚上 微信和支付宝相距通过官微博谣 否认提供过相关数据 据爆料人称 北京西派地形发布后 市场呢 一直没有现金交易 微信 什么他们没有现金交易 他那里边随便 随便买东西 那他们就是大市场太大那地儿 那他妈我搁上搁不下的 这个事儿 他是有有的可能性啊 这个通过这这 这他妈大数据找人 这可能性是有 谣言批谣 别来点事儿 一他妈来点事儿 就是左右 各种孙子就开始了 然后他妈在 在他们朝内的还有一帮傻逼 你当他妈动动脑子呀 你他妈逼你那不叫爱国啊 你那叫他妈的恨他国没事 他他妈招你了 你他妈恨 操 傻逼是的 他拆你们家房了 让你们家孩子吃他们带冬奶粉了 他他们让你下岗了 傻逼玩意儿 操 你妈的 这 哎呦 我操 这傻逼不到哪儿来的 这傻逼 操 真他妈烦 操 不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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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